各位Boss Mike 观众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说一宗超爆的新闻 就是内地阳光师母 饱雷巨额存款被转走 12.52亿存款最后剩8万6000 据内媒报道 浙江优策投资三只基金年报披露 存放在长安银行的存款有12.52亿元人民币 但截至今年7月 银行存款帐户的余额只剩8万6000元 基金管理人都暂停了新熟的业务 对于巨额存款被转走 阳光师母基金优策投资的法定代表人 托管卷商 还有持有者都说不知情 求购有关产品的投资人都感到很震惊 每日经济新闻调查发现 巨额基金12.52亿元存款之所以为失 原因是有人签订补充协议 为存款产品开动了合约不允许的网银 而且有三家公司透过网络银行 从长安银行账户转走资金 分别是保鸡凤凰岭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畅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保鸡远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报道指在2019年3月以来每个月短则4日 长则1个星期 基金投资账户就会转款去存款账户 大部分情况下在存款账户到账的同一日 资金就会划给上述三家公司 有关情况已经持续了4-5年 对于为何存款协议中约定不得开通网银 但随后又开通 长安银行保鸡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开通网银都是企业申请的 当时企业就与银行签署一个补充协议 申请开通网银 我们完全是按照企业要求去执行的 但小编想和大家说 其实早在上年11月已经发生过相似事件 当年走路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洛克资本 董事长张荣豪传出已经卷款走路 涉案的金额大概是12亿元人民币 首波及的投资者有4-500人 当时东莞市公安局已经报案立案偵查 网上图片还显示 洛克资本深圳办公室已经人类流空 当时据中国证捐部 第一财经等媒体报道 张荣豪在11月14日晚 在公司员工群组说了句 我要走了 你们都走了 随后就处于失联状态 其中一名洛克资本前员工就表示 股权投资的资金原则上是由第三方托管 应该不容易拿走才对 张荣豪卷走的是集团旗下实体板块的资金 内部初步计算最少都有8亿 但据公司内部人士和投资人确认 事件涉及金额可能高达12亿 涉及约4-500位投资者 公开信息显示 洛克资本营运主体 是深圳市前海洛克投资有限公司 而创始人 董事长张荣豪曾经在高盛集团 平安金融集团等任职 从事投行行业10年 管理资产超过28亿 在股权结构方面 张荣豪持股90% 而洛克资本创立在2012年 在2015年起管理基金 在中国最具影响力 事务股权投资机构之一 投资团队有70人 主要成员都是来自大型金融机构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 截至前年管理的资产超过170亿元 而另一单就发生在今年5月 一间名为浙江瑞丰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都爆出公司实质控制人优文龙已经走路 旗下产品已经确认无法熟悔 终合媒体报道 中国事务圈在5月封存 规模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 已经走路了 根据瑞丰达内部员工表示 公司实质控制人优文龙在5月9日突然失劣 而负责产品管理的实控人包媒 另有私务圈人士透露瑞丰达 旗下产品已经确认无法熟悔 究竟在这个经济情况下 还有多少家私务基金会这样走路呢? 看来大家投资真的要小心一点 逢政府如提防骗子 好了 今日片段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记得CLS我们 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